可我赔800多块钱呢 你也挺有勇气的呢 824块8毛 看你个假冒 要给我赔800多块钱呢 你好意思吧你啊 大家好我是大树 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油管呢 不太好意思推荐我 而且大家呢 也似乎记不住我的频道名啊 所以大树就希望大家啊 订阅后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一发视频呢 大家就可以第一时间 接收到我的内容 那最近啊 有一个小伙儿啊 去医院买药啊 在网上呢 30多元人民币的药 用医保卡买 竟然要翻3倍 我们来是解决问题的 30几块钱 最多30几块钱 最贵最贵的卖69块钱 你们要卖给我156块钱 一点点两克 你们是不是欺负 欺负小女孩子大学生啊 然后什么都不懂 因为这个东西 不是说我定价格 它正是物价标准的 店长呢也挺要脸的 是吧 说这个是物价标准啊 那这个物价标准 根据什么制定的呢 那这个呢 就突然间就让我联想到啊 前两天吐槽我的那个粉红兄啊 他说我靠意淫唱衰咱们中国啊 他说中国崩成世界老二 我会很失望 呵呵 真的啊 不是兄弟我无职啊 是我真的不知道 中国成是世界第一啊 所以粉红兄啊 说中国突然排名到了第二啊 在下呢就十分佩服啊 兄台的这种一银模式啊 所以呢 我就突然间就想明白了啊 这个物价呢 完全是根据咱们小粉红的心理状态 和承受能力制定的 呵呵 物价标准也没这么夸张吧 网上三十几块钱六十九 你卖我一百五十六啊大哥 一百五十六啊 卖一百 把一百卡给我 我来帮你退点 小鱼先帮他退 先帮他退点 搞什么 我们老百姓在大圆总门也不可能这样子坑吧 往死里面坑啊 三十几块钱卖一百五十六啊 你看看 一百五十六块钱两克的东西这么长一点点 你看这个店主他还觉得委屈啊 咱们红社会啊 对外是大傻逼啊 对咱们老百姓呢就是一只隔啊 你说这不就明摆着就坑你吗 不坑你坑谁 不就往死里坑吗 是吧 拿医保卡翻三倍啊 你就偷着笑吧 我有见到有网友翻十倍的呢 天天在抖音上哭喊 国家照样不是没见到吗 是吧 哎 前段时间呢 这个抗日剧啊 这个亮剑的扮演者啊 就拿着这个医保啊 去医院开个感冒药啊 结果啊看完这个账单后呢 他心里的草泥马啊都飞起来了 不看不知道啊 一看吓一跳 怎么就看一点稍微有点感冒的感觉 开点这要八百多块钱 虽说咱们有医保吧 但这价格也是比较震惊啊 真是 那么贵呢 不明白 这个国家一级演员啊 就是不一样啊 吐槽都是温文尔雅的 就短短的两句话呢 就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你看啊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所以说咱们有医保吧 但是这价格也够震惊的 你别说墙内的人感觉到震惊了啊 就连墙外的我一看 心中的草泥马都飞出来了 一个小小的感冒 你要人家八百元啊 是人都不好意思这样去要价是吧 但是你看看红鬼子这帮人敢要 但是咱们看啊 这个演员啊 起码要比上面那个男的有名嘛 还有流量是吧 最后你看他不也是成了韭菜中的一员吗 在网上引起了共鸣 但是国家就是不管是吧 那也可能呢 是因为这个演员呢 脸皮薄啊 毕竟是公众人物嘛 得注意这个公众形象啊 那像下面这个女的碰到这种事啊 连妆都不准啊 直接就干他了啊 给我赔八百多块钱的 你也挺有勇气的呢 八百二十四块八毛 看你个长毛 要给我赔八百多块钱的 你好意思啊你啊 不要跟我废话 不要说了 你给我退我明天要找你片子 我跟你说 我到底应该说配不了这么多药 好意思吧 给我配八百多块钱的药 太逗了啊 你看这一发飙啊 钱咱也省下来了 是吧 病也好 我很久啊也没回国了啊 也不知道这个国内的医院啊 到底是咋抢钱的啊 后来呢 我就看了一下这个评论区啊 我这才发现啊 药店翻倍 医保卡翻倍啊 是韭菜们必须经历的人生之路啊 而且呢我也看了啊 很多网友呢 对这个药店啊 还有一包卡抢钱啊 就是表示非常的不理解啊 那你这个网友就说了啊 这算便宜的了啊 你去医院挂个号就30 医生手一挥笔一拿 先擦血再擦 回来看 结果就是感冒了 小两百没有了 咱看看 医生走个流程就罢了 是吧 老百姓呢 也心甘情愿走这个流程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这个市场就出现了 哎 你看下面这个网友说啊 前几天感冒了 扛了四天 还是不行 去药店买药 买了个35的 工作人员一直说 满100减50 让我还给家里人也带点 我他娘的 哎呀 这个太搞笑了 我都不知道现在国内啊 还可以这样卖药 这说明什么 说明卖药这个市场很大啊 咱中国人对药的依赖性特别高啊 那我小时候呢 在医院看病的时候 动不动就打这个滴流啊 就是打那个点滴啊 就药瓶啊 但是来了美国后我看病啊 我反而觉得美国特别落后啊 呆了一段时间呢 我才搞明白啊 人家美国不敢随便给你打药啊 但是红社会不一样啊 只要打不死就往死里打 所以说好的能不快吗 打进去的都是钱呢 你好坏哦 我好喜欢 这个网友说呢 现在孩子感冒 去医院抽血化验 拿药都差不多1000块 照这兄弟这么解释 被药店窄 咱还赚了200呢 哎呀 就这些破事啊 突然间一样 就让我想到了这个 红鬼子医保的这个诞生史啊 这个正常国家呢 我就不说了啊 就说啊 他出医保啊 他实际上是为了解决 他内部这种看病贵的这种压力啊 但他并不是解决 这种看病贵的这种乱象啊 所以药房他敢抢啊 医院他也敢抢 因为这割韭菜的游戏规则啊 就是红鬼子们制定的 咱们国人现在不是不结婚吗 也不生孩子啊 于是呢 就有些地方政府啊 就把这个试管婴儿的费用 纳入到了医保卡里啊 鼓励大家生小孩 但问题是 你生完孩子 不还是一堆纠结吗 因为韭菜们出处都要用到钱 所以你看啊 是不是又是解决了压力 不解决乱象 一百年了啊 我们的国家解决了什么啊 我用咱们频道网友啊 总结的一句话 来说说这帮孙子解决了什么啊 我觉得这个网友说的非常准确啊 他说啊 打你叫做执法 一起打你叫做联合执法 你跑叫做畏罪潜逃 你不跑叫做妨碍公务 你防卫叫抗法 你反抗叫暴力抗法 你正当防卫叫故意伤人 你故意伤人叫正常执法 你死叫突发疾病 你喊冤叫不稳定因素 你上网叫散布谣言 你上访叫违法上访 企业裁员叫输入社会 你失业叫灵活就业 讨要薪水叫恶意讨薪 我也是挺无语的啊 你说我们的小粉红啊 沉浸在世界第一当中啊 话语权也有了 但你觉得世界老二美国在排挤你啊 今天因为你的大傻逼 人家老二美国把你变成了发达国家 你排名世界第一 你不觉得惭愧吗 给你第一 你志愿当老二啊 还觉得外界啊 一言唱衰中国 真的啊 都不用唱 我们的中国一定是衰的啊 再有洋气的人 被红鬼的附体 都得精进人亡 是吧 更何况 我们整个国家 都是这个衰样 这是重邪附体的表现 就像很多外界人士猜测 老李的死 到底是谁干的 其实我一个视频 就可以告诉大家答案 所以随时为红社会牺牲 还找毛凶手 是吧 国家好不好 人民幸不幸福 都是因为大家可以随时 为这个垃圾政党牺牲 对不对 所以那帮红鬼子 不管咱们中国人 继续折磨咱们国人 是理所当然的 因为每个人 都随时为红社会牺牲 这是对我们整个 中国人的诅咒 所以还有希望个求 好 我是大树 今天的视频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呢 就一定不要忘了 订阅点赞转发评论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